这里是T-Life 6月11号 美国受部分州新冠病毒感染 当日确诊病例增长的影响 投资者出现恐慌情绪 担心第二波新冠病毒爆发 导致美国三大股指暴跌 即使美国各州深入推进重启 对第二波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担忧也在上升 自5月25日以来 德克萨什州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2504例 住院治疗人数增加了36% 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单日记录 加州九个县报告 因新冠肺炎入院的人数 目前处在近一个月来最高水平 而且过去10天内有9天一直在攀升 亚利塞纳州的每日新增病例数 也在过去两周内聚升 6月2日更是创下历史最高记录1187人 重启一个月的佛罗里达州 上周则出现8553例新增病例 创下最高周度增幅 北京出现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 北京大型龙茂市场新发地市场 是聚集性感染的发生地 所有的病例都与之相关 6月15日 北京市委组织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京已经进入非常时期 全市社区进入战时状态 对5月30号以来 去过新发地龙茂市场的人员 已经排查了近20万人 据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说 北京这次疫情出乎意料严峻 此次疫情的特征有两个 一是全国疫情基本阻断了 各类传播的形势下 北京出现爆发性的短时间内 集中出现病例 二是疫情发生在新发地 规模人流量很大的批发市场 检测排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北京各大医院人满为患 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大量警车和救护车停在进入 伍克松的四环 有医生透露 可能会在一两周之后会大爆发 接着呢 要提醒家人和朋友 一定要注意预防措施 这次的病毒呢 比上次传播的更快和难控 一定要注意无症状带军者 预计在未来的5到10天 将在美国传播和爆发 我们一定要记住预防的黄金时间 储存好你的食品 尽量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 但是我们也不要被新冠病毒 影响了心情 生活是美好的 大家看到今天 有一束月季在陪伴我 在佛中是不移种月季和玫瑰的 都快死了 现在又活得回来 而且开这么多的花 真的要感谢老何一家 看了他的视频 按了他的方法去做 果真非常的见效 让我学到植物也是生命 三两天浇一次水 相当于给一个人三两天才吃一顿饭一样 死不了也活不好 对待植物 就像对待自己生命一样的去爱他 他一定也会爱我们 感恩生命中 有你们的陪伴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T-L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